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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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李宏遠 大家都叫我阿遠 我是來自台灣台北 那我02年的時候呢 跟著父母從台灣一起來到了上海 我喜歡音樂 到疲發的時候都會聽一些動感的音樂 讓我更有精神 那我現在在上海的工作呢 是從事新媒體運營 02年剛來上海這裡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一個小學生 後來上海日興樂意的一直在發展 對我這人生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像吃東西的話呢 有人就會說 我就像假台灣人因為口味呢 完全都變掉了 吃蒜像山東人 吃辣像四川人 吃肉呢像個蒙古人 到現在我來上海也快要20年了嘛 那這整個上海的城市發展建設 其實在我眼裡變化還是挺大的 那時候地鐵我記得是只有兩條線 到現在好像18號線馬上就要開通了嘛 這線路的發展也是特別快 對我爸了 現在他也是明顯感覺到 上海這裡的變化特別大 我之前也有問過我爸 你現在不是一直說要回台灣嗎 怎麼現在又說想要留在上海 你怎麼變了 他說 變的不是我啊 是整個上海變了 他說就是因為上海變化呢 就是比較超前 讓他感覺這裡是一個未來很好發展的地方 所以他認為說是 留在上海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左 右 右 頂去 跳起來飛溪 爸他武術方面很厲害嘛 他這裡也有教過我一些 都是三角貓功夫不值得一提啦 我是在09年的時候呢 上到本地大學嘛 接觸到的人 都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兼子生 那跟他們在交流接觸的時候呢 哇 明顯感覺到 這就是人跟人之間的差距啊 他們都是這麼的厲害 那我也要往上拼一把 那個時候成績也算比較好 所以算是保送進了 那個上海交大的研究生 那最後就是得到優秀畢業生 欸 我一下子那次好改 我就起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在上海交大讀書這段期間呢 對我呢 人生影響是特別大的 所以我畢業照 我仍在這個位子 欸 很小一顆頭 其實在我畢業的時候呢 我是想著要跟著父母一起 回台灣去找工作 在台灣發展 但是這在我回到台灣呢 就在觀察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感覺是台灣的市場 相對上海來說比較小 上海這裡是一個國際大都市 那湧入的人比較多 機會自然更多 所以如果是說要找工作發展的話呢 相比起台灣 我覺得說在上海這裡 能夠尋求到更多的機會 能夠更突破自己 我是一個比較潛不下來的人 希望能夠有自己一個突破 然後開始在外面繼續找工作 當時我爸還在想說 怕我去闖著逃破血流啊 那實際上呢 我還是更希望能夠去多做一些 能夠證明自己自身價值的事情 那剛好呢 又投到了我說 做這個一個新媒體願意的工作 那正好也是 我能做 也是我想做的事 換了一個工作以後呢 感覺自己的一個發展啊 你可以再越來越高 在我這負責的工作當中呢 接手一個公益捐輸的活動 那通過這場公益捐輸的活動呢 其實也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 這個的話是我們之前去做公益活動 捐輸活動到洛陽的一所小學 你看小朋友看到我們捐輸過來都非常高興 看到我在拍攝也很好奇 對於未來的一個發展呢 我也是更希望能夠做更多公益活動 找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給到他們送上一份溫暖 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可以讓我自身有所成長 對於是 tive果然的 不世界恃大學 我也是有關男士